16岁 初入行业 他接触到厨师生涯的第一道菜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别于传统制法 脆皮吸壶醋鱼 脆皮的制作成为突破的关键 汪海盈将整鱼投入用面粉、生粉配笔调制的脆皮糊 进行挂护处理 均匀挂满面糊的炉鱼提起头尾垂直送入油锅 短短几十秒的热油炸制令面糊迅速凝结收紧 使鱼身弧度鲜明、口尾翘起、完成定型 定型后的炉鱼完全送入油锅 高温力炼下、金黄酥脆的脆皮逐渐呈现 为西湖醋鱼带来了视觉、口感的双重突破 我们韩帮菜只有在保留传统的同时 适当地做些调整和创新 只有做出好的味道呢 才能得到广大时刻的认可 才能传承下去走得更远 酱油、米醋、白糖、黄酒 构成了西湖醋鱼的食味灵魂 传统西湖醋鱼的调味被完好继承 熬制调汁时不加一点水 依靠不间断的搅拌 令糖在高温下融化 调出的汁才能达到浓稠光亮的效果 充分炸制后的鲈鱼交织入味 酸甜鲜美、香气四溢 鱼身之上撒上姜末 鱼肉搭配姜末 碰撞出类似狐蟹的独特滋味 每年升学季 即将毕业的学子们 几乎都会点一道西湖醋鱼 在美食之中寄托愉悦龙门的期许 酥脆鲜嫩的鲁鱼 浓稠酸甜的酱汁 陪伴家乡儿女成长的传统食味 在程序与变换中 始终不离左右 即便告别一个时代 也会在下一个时代守望